2024年4月19日,下午5点20左右,我在北京的西城的轿子胡同,路中间可以看到两个很古老的老槐树,这槐树不知道多少年头了,至少都上百年了,应该属于被保护的这样的古树,即是在路中间, 也不妨碍保护,北京对古树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,你看看,外面有围栏,有栏杆,而且树上挂着牌,每棵树都有边号,是一百年以上,三百年以下的这样一个老古树, 今天是春天,叶子也不繁茂了,古老的褐色的树干占据了大半部分, 芝是在枝叶的末端,生长出起来一些细小的枝,树枝上长着细细舒服的绿色的叶子,更显示出这个古树的古老的生命力, 这里,教子胡同属属于牛街的一部分, 这边有个春风社区,少数民族社区, 上面的牌子,你看看, 住牢,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 在这样一个北京最基层的社区, 能看到这样的表述, 而且在社区很醒目的位置, 出现这样,中华民族共同体, 这样的表述,我觉得有关的政策, 有关的宣讲, 已经落实到基层了, 落实的很节地气, 落实的很扎实, 有的穿半截袖,有的穿短袖, 有的穿夹课, 天气呢, 有的时候非常热, 前两天都二十多度了, 现在呢,气温又略微下降, 人们已经适应这种起伏的变化了, 气温的起伏的变化, 天气的起伏的变化, 感谢您的声音,